所以现在日本、中国都有骂我的人 我对自己不撒谎 对自己有自信的话就可以了 虽然没有百分之百的客观 其实没有的 但是尽量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来 拍中国的文化和日本的文化 所以纪录片的力量或者需要 就越来越大 这些文化的文化是超过2万人的观看 在第一个月上播放了 97%的那些人 who rated the documentary, give it a thumb up. 哇,好漂亮。 這好厲害。 我們今天來到了一個懸崖村。 聽說這邊的懸崖很陡的地方。 在一個上面,就在這兒。 哇,好可怕。 這是一個大約3km的鐵骨階段在2016年。 當時,村人総出で七個月花了。 The director himself goes deep into the mountains, visiting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It us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poverty-stricken regions in southwest China. It was limited out of poverty at the end of 2020. And now, many locals who used to leave in the mountains can afford new apartments. Owaa san niyoruto,最近は多くの村人が崖の村を去り、下の町に住み始めたという。 我今年5月份才出ている。 哦,今年5月份? 嗯。 哇,你看。 差別太大了吧。 因為我們去看了那個山上的。 他們以前的他們的生活的房子都看了。 完全不一樣。 穿越時空的感覺。 是。 I sat down with the director, Takeuchi Liu。 Due to my limited Japanese skills, We did the interview in Chinese, which the director carried out with no problem. My first question, Why is such a documentary so important for the world at large? 嗯。 這個問題其實挺大的。 特別是疫情之後這個問題越來越大了。 因為兩邊的互相的交流越來越少。 因為去不了嘛。 所以還是國家和國家的交流還是面對面是最好的。 因為現在只能靠通過網絡來交流的話, 產生了很多很多誤會。 所以現在好多日本人越來越不喜歡中國了。 是因為只能通過網絡上看一些有目的性的報道。 因為日本的媒體基本上跟著美國的。 所以美國罵中國, 那就是日本的媒體也罵中國。 就這樣的狀態。 然後中國也是,就是因為日本是跟著美國, 所以中國罵美國那同時罵日本。 然後他們原來是很多人去日本旅遊的。 疫情之前好多人去日本旅遊, 但現在完全去不了了。 所以對日本的偏見、誤解也越來越大了。 所以我是作為一個紀錄片的導演。 還是通過紀錄片的方式來把這些互相的偏見去掉。 這是我們想做的事情。 因為紀錄片的話, 比新聞還比較長還是比較客觀。 雖然沒有百分之百的客觀, 其實沒有的。 但是盡量我們站在客觀的立場來拍中國的文化和日本的文化。 所以現在的紀錄片的力量或者需要就越來越大了。 因為這個已經習慣了吧。 因為好多中國人因為有歷史的原因。 好多中國人還是對日本不太了解。 不喜歡日本的人也很多。 而且好多網友經常罵我。 因為比如說輔導的那個沸沸水的問題發生了。 然後好多人罵我。 你為什麼這樣做那樣做? 不是我做的事情。 就是罵我。 因為我是一個他們唯一知道的日本人。 所以比較容易罵。 所以日本發生什麼問題就罵我。 但我已經習慣了。 就慢慢聊。 跟他們好話聊的話, 他們也會理解。 所以現在日本、中國都有罵我的人。 還是通過自己的作品 慢慢把他們的誤解 盡量緩和。 盡量去掉。 就只能慢慢來。 就不可能一下子把他們的偏見都去掉。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For others who also have experienced online hate, this is the director's advice. 我對自己做的事情有自信。 所以這些不了解我、罵我的人 就完全不在乎。 他們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就可以了。 就我完全不在乎。 我對自己不撒謊。 我對自己。 有自信的話就可以了。